但是資本資助好 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那半導體包括整個相關的 COAS 設備啦 材料啦 對 這才是你接下來要看的重點 這些供應鏈的材料廠 它比較溫 但它看的比較長 所以你喜歡穩健型的 看這邊 如果前面那個設備是標股型的 你就看設備廠 設備是標股型的 設備是用標的 可是設備起落也大 所以你用這兩個角度來分 材料跟設備 你想要標一點 那就是設備 你想要穩一點就材料這樣 股票有熱度 投資能致富 歡迎收看本週的台股熱度棒 首先邀請今天的來賓 Dev老師 同學大家好 來到本週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共同的一個想法就是 外面好熱 股票更熱喔 台股更熱吧 台股是更熱的喔 來上週我們有網友回覆 來看本節目的好朋友們 華哥哥恭喜你有賺到錢 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們 都能夠有好的獲利 對 好不好 持續關注本節目 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剛聊到囉 天氣恰牙牙 股票真假的小鈴鐺喔 台積電 怎麼了 台股很有啊 我只是想到說 股票小鈴鐺 你知道因為 本節目很多人會留言問嘛 約莫在一個月前 覺得問說 老師那台積電什麼時候以前啊 對 我說快的話今年就看得到了啊 有耶 講完沒多久 才過沒多久就一千了 而且本週還再創歷史高 一千零八十 誇張 甚至有外資已經喊一千一百八 一千四了 怎麼看呢 那麼另外 下禮拜的重頭戲 台股的法說 對台股的法說 台股的法說 上次就已經掀起了一陣的波瀾 喔 上次法說 上次法說就比較恐怖一點點 那你記得上次法說台積電發生什麼事嗎 啊 是暴跌千點的一次好不好 暴跌千點 要珍惜 我也希望有 但是好像不太容易 所以呢 下週台積電法說 有可能這個供應鏈會再突一波嗎 沒關係我們現在 今天就來稍微預估一下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阿爹老師 上次的法說 台積電 給大家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對對對 上次法說大家有沒有珍惜啊 上次七四法說嘛 星期五台股重挫千點 是的 四月十九 如果不記得的話就回去看一下 可是那波七年之後這一波真的是 就沒有低點了 真的就沒有低點了 又漲了幾千點 所以大家會期待老師 那下週的台積法說會不會 我跟你講 相關的供應鏈 你只能期待 因為不見得會有低點 好 你只能期待喔 你只能期待有嗎 你真的不見得會有 今年最大的困難就是沒啥低點 個個真的是沒啥低點 畫面上大家看一下台積電營收 Q2台積電營收6700億年增40% 這個符合他之前所講的一些預估 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想 怎麼會有一些月減的部分 會有疑慮在嗎 其實我覺得你不能說這算警訊 你只能說因為數據確實很好 那我們還是要稍微挑剔一下下 坦白講你仔細觀察台積電上一次法說講的 他說整體半導體的復甦狀況 沒有想像中的好 是 這他上次法說講的 所以隔天再疊千點 記得嗎 有 那台積電很好 所以從畫面上這些數據來看 台積電確實很好 但還是會有一些月減的部分 這個大家反而不用擔心 只是說我該思考的是 那現在已經1000塊的台積電 還能買嗎 當然 這才是你該思考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1000塊 他不是半年前 去年12月David在跟你聊台積電的時候 很多人來問我 老師台積電什麼時候過600 去年12月有人問台積電什麼時候過600 11月有人問我台積電什麼時候過600 還有人問他說他積電688什麼時候來 對 你記得David怎麼講的嗎 朋友啊 你會直接看700以上 對 你有時候還沒600喔 回頭一看 David老師你太客氣了 你直接喊1000不是比較好 當時還不到600的矛頭小子的台積電什麼時候 直接看700以上 直接看700之上了 所以才說 即便是他的台積電營收 是創下3月的新低嘛 那老師說其實你不要算說是個簡訊 只是大家對於他的期待我覺得是很高的 我覺得期待很高啦 所以你會覺得怎麼會是越減這樣子 不要期待你挑骨頭嘛 對確實是這樣 是啊來 台積電法說來幫你直接畫重點了 對 大家自己看一下 幾個重點其實瑞銀看的啦 瑞銀目標 等一下我先講 瑞銀看的這件事是左半邊的目標價 左半邊 只有1070耶 會不會太少啦 這禮拜就達正了啊 怎麼會只有1070 你會不會看太少 可是不要懷疑 瑞銀從去年到今年對全球股市 包括美股包括台股都是看偏保守的 哇 所以你嘗嘗嘗嘗嘗嘗嘗 但我有興趣的是他下面那一塊 對 2024開始你看40.14 2025 53塊多 26年60塊 對 甚至到2627 對 你看到現在70 80 69 80 這次公佈 我不知道這件事在未來幾年會不會發生 但如果是的話 那台積電一千塊不貴喔 等一下 所以喊的 不是 我們在 因為大家講很多年嘛 對 但是因為你時間拉這麼長 我們不敢保證一定會這樣子嘛 嗯 可是如果這件事成正的話 那台積電一千塊也不算貴喔 好 嗯 你可以去思考這件事 那房間真的有朋友沒喊 老師那一千啊 那我直接喊兩千 那兩千何時來 可是你像如果他真的可以賺八十塊 為什麼不能兩千 哦 但是前提是 這一個估計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如果不是正確 那就不值這個錢了 好 那我也可以說 老師那下半年都有台積電是漲明年的啊 他已經在漲明年啊 他已經在漲明年了啊 你今年就四十塊 一千塊就二十五倍了 是的 那你看明天他已經超過一千 他在漲明年五十三塊啊 好我們講明年五十好了 那一千二耶 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未來就更好 所以重點來了 台積電既然會更好 你為什麼會擔心台北股市任何的震盪呢 也是耶 就無所無庸置疑啊 有機會就減啦 好 來市場的傳說呢 台積電 台積電在明年的資本支出 會提高 再提高 我實際上講啦 提高是合理的啦 但不可能提高太多啦 因為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已經蠻高的 是的 所以說要提到再多不容易啦 但是資本支出好 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那半導體包括整個相關的 COA 設備啦 材料啦 對 這才是你接下來要看的重點 所以他們後面會更好囉 對 沒錯沒錯 來我們來看這張圖 完了 這才是重點 半導體的設備銷售總額 因為前幾年 半導體 2022年是半導體經過一些衰退嘛 景氣不好的時候嘛 其實那時候台積電的表現 依舊很好 可是台積電卻從 接近600塊附近 600多 688上一次嘛 從600多殺到剩300多 記不記得 還記得嗎 2022年回來那一次啊 那時候台積電 那個法縮財報再怎麼好 大家覺得那不好不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行情不好怎麼看都壞 行情好的時候怎麼看都好 怎麼看都美 你看這個 其實它只是半導體銷售的總額 回到 對 是剛回到上升回到 上升回到 是剛回到 是剛回到 關鍵字是剛回到 可是 你來看台積電公立 中部 這一組 這樣看起來 來你看第一檔 君華上次沒聊過 你看今年漲300% 有 300% 對不對 君豪 平常你以前不太鳥他 因為君華以前很便宜 今天漲100多 160 160% 至剩以前也是大概100塊不到而已 你看今年漲多少 150% 然後紅素才好玩 我上次問你平豪 紅素多少錢 不是3 400嗎 沒有 沒有你少算1000喔 前面少一個1耶 出人多了1000塊 多了1000塊 紅素是個小股票量也小 是 你平常是沒什麼感覺 真的 對不對 你不太會注意到 怎麼300塊變1300 設備喔 你看其他也是 什麼生態萬潤啊 對不對 中砂也扯 中砂本來不到100了 300多 最近可能問我說 老師那中砂什麼時候400 還能問我什麼時候500 朋友啊 我知道未來好 但是你不要喊那麼遠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材料的這張圖 你有沒有發 平常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漲幅就輸給那個設備了 對啊 差很多 差非常多 你看中砂從 以前幾十塊到現在300多 他今年還漲七成而已 然後什麼蟲月啦 達鑫啦 對不對 這些 遠遠 甚至漲歲小的那個聖衣化工 聖衣就是一個做那個特用化學品的 就是那個 台積電幾個嘛 台積電就是 長春嘛 一個就是聖衣嘛 另外那個三幅化是後來的啦 對 好 漲勢都沒有他們的羞毛了 可是如果時間拉長一點來看的話 材料不會輸 這些供應鏈的材料廠它比較溫 但它看的比較長 好喔 所以你喜歡穩健型的 是 看這邊 如果前面那個設備的是標股型的 你就看設備 設備是標股型的 設備是用標的 可是設備起落也大 你看嘛 紅素好的時候都破千啊 是 插了說是300啊 那也 不是 它漲幅很大啊 看它回來的時候也很猛啊 是不是那個遊戲設施那個什麼 就是 對啊 大陸神 大陸神一樣耶 好到一千多 所以你用這兩個角度來分 材料跟設備的部分 你想要標一點猛一點 那就是設備 那就是設備廠 你想要穩一點的就是材料廠 好 那說到了 剛剛也提到了 既然台積電未來會這麼的好 好 還要上加好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萬資也會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 平衡你喊比較兇 平衡喊兩千 我比較猛一點 平衡說他不負責任 我不負責任 對 好啦 我覺得如果你喊到 一千四那一家就不用看 因為那是一個非常小的外資 就是以 語不禁人死不休著稱的 好 但其他比較大家熟悉大的外資 像大小摩啦 高盛這些 其實喊到一千一 我覺得都還合理啦 因為你明年賺五十塊以上嘛 假設你明年賺五十塊 二十倍就一千啦 對不對 那你抓個二十二倍就一千一啦 因為二十二倍在台積電的本益比是合理的 是 台積電本益比低的時候十六七十八 那高的時候二十五六 所以你抓二十二中性本益比 賺五十塊就一千一 可是如果有一千一來抓 一千一 那幾塊到了 已經差幾十塊成 這禮拜不是1080了嗎 明年賺五十塊 就一千一 所以短線上台積電確實有漲多 有這個現象 有這個現象也要特別 但我會覺得說 投資表 台積電漲其實你的股票 對 會容易就失銷了 這是今年的一個很有趣的重點 是 你仔細算一下台積電 你隨便喊啪啪啪算 六百就好了 六百 假設他今年從六百塊 漲到現在一千就好了 一千了 可以四百塊 所以台積電乘上八 所以台積電一擋股票 然後就供應台股超過三千多點 有 這樣可以算得出來 就知道台積電多恐怖 所以他的吸金 全部都吸過去了 這也是我常講 如果加權指數 尤其台積電不太漲的時候 像今天 台積電跌 很多股票把它噴出去 其實沒有比較不好 對 好那反觀 這兩年其實有很大的一個現象 就是大家都很愛ETF 正常啊 那有含台積電這個ETF的 其實 來來來 說到這一張圖 去年大家在夯ETF的時候 我們就做過這一集了 那時候不是討論什麼00878嗎 對 對不對 有 David講什麼 要我就選0050 有 講了一年了 還是他 還是0050 那再來 要不然是什麼 那單買台積電就好 對 因為真正整個半德里復甦 台灣台北股市 受惠最大的公司 其實是台積電 其實就是台積電 所以說你買ETF啊 比那個含基量多少 台積電有多少 對 它再怎麼多就10%嘛 就只能10%啊 單一個股就只能10%而已 是 你自己all in台積電不就好了 也對齁 是不是這樣 台積其實這一波漲了超過7成 也很猛 所以他說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我分享給大家齁 第一件事齁 台北股市這個多頭 你看台幣 台幣不強 然後外資是期貨空單 但內資尬外資 所以台股很強 那那麼多的內資齁 很大部分是從對岸 跑回來的 台商嘛 從去年到現在很明顯嘛 對 那買什麼 就買大的 他一定買大的 要不要買房地產 要不要買大型股 所以台積電買完買鴻海嘛 聯巴科嘛 再來就買廣達嘛 那再來一個什麼 剛剛那張圖 買ETF嘛 喔 那不會被人家講 我錢那麼多啊 對啊 我買小型股不安全啊 我只是要穩啊 那買ETF啊 那不然就買全資股啊 難怪會這麼的標欸 難怪會這麼的標欸 所以說剛剛畫面上那個ETF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願意買 原因就在這裡 那 又很多是因為說 那我要買有台積電的啊 所以有沒有看到 有還談台積電的很熱門 對 非常的好 而且更有趣的是 今年以來台北股市這些ETF喔 表現最好的就是這些 不是高股息喔 是這些 我上半年我看到一張圖喔 台北股市所有的ETF裡面喔 你知道0050排第幾名嗎 漲幅 0050排前三名嗎 第五名啊 我記得好像第五名 第三第五名 0050是第三第五名 不是高股息的喔 對 都不是高股息 0050在這一波 短短的時間 從160漲到200之上而已 可是你想 TT50漲好多 漲5成欸 台積電漲7成 也對 那買台積電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有更好的選擇喔 其實還是這些啦 就是你 往這個方向去走喔 那不要買什麼債券型的就好了 這我講很多次了 那說到債券 我們下 之後的節目再來聊齁 好來 來講For Top 10的部分啦 來看一下 嗯 有蠻多都是 好啦首先喔 Top 10 本週漲幅前十名 讓我們注意到 有個共同族群道 通信網路 有三支 有 什麼豪緬啦 遜舟啦 正機啦 是啊 通信網路的 尤其這個遜舟超誇張的 我們一直噴 遜舟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低價的公司 本來十幾塊而已 現在噴一半去了 是 好 遜舟英是母儀子貴 他有這個子公司突然賺錢了 所以他就漲上去了 所以他不是Wi-Fi7嗎 很多人說他住Wi-7啊 沒有啊 真的住Wi-Fi7的公司是誰你知道嗎 4968 立即 立即 那其他的其實通信網路長 其實是 比較站到邊的啦 那反正我就不多提了 好 這個牌服 我覺得大家去看一個東西 是不要管它是 哪一檔比較長多 你去看哪一個族群最多 那方向就在那裡 那方向 你就往那個方向找就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啦 不然我問你嘛 我現在叫你去買那種長服 已經前幾名了 你買得下去嗎 買不下去 你一定會回到我 David你不要來亂 是不是 我自己也會看 我自己也看得懂 你不要來亂我 是 所以 這個漲幅其實會有一種群眾效應 其實方向就在那裡啊 你看亞光為什麼前幾名 亞光就是跟著什麼大力光 什麼那個 什麼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另外一個 那個玉金光啦 漲上去的啊 你說亞光有蘋果嗎 就聽聽就算 亞光是側用的 是側用的 不過榜上面有精彩科我覺得蠻意外 他也是漲停漲停漲停 可能剛好漏掉他 可能第11名是他 好anyway 大家參考參考 來 外資投信在TOP5買的部分 你會發現到其實 好首先 外資買了聯電這不意外 我覺得最正常的是 國泰金跟開發金 因為這個禮拜非常強 真的很強 外資啊 其實你的國泰金開發金 漲幅非常大 其實是漲 那另外一個 系統這個我比較意外 因為你買系統幹嘛 系統就是那個號稱有IP 但不知道IP什麼上來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畫面上的右邊 右半邊 投信的買賣超才好玩 是 我們來看一下 遠傳 遠傳通信 對 通信網路不意外 你買遠傳 你幹嘛 你知道遠傳三大電信產業 台灣大 中華電 他就買了兩台 這三個就是什麼 台北股市最最最保守的保守型股票 什麼叫保守型股票 我不期待它漲跌 我要保本 你投信買保本的股票 你現在是 你是看壞台股嗎 我想說他買遠傳沒有距離啊 對不起 廣告兒童 其實真的是 整個遠傳沒有距離 我問你要說什麼 再遠的地方就收得到 那我不知道哪一家的 好啦 所以我覺得投信今天買法蠻有趣的 就是跑去買三大電信的 遠傳跟台北大 這一件事蠻特別的 是台北股市短線要修正嗎 不然你為什麼買這個 對啊 那他是看壞什麼呢 通常買這個是指台北股市要修正 有點畢形的感覺 才會買這個 因為這是最安全的標的 比買台積電還安全 然後穩 什麼叫穩 就是穩 穩當 就是這樣 老師 那真的我發現 投信的部分 它其實在 五三四七的世界上 世界上 是上規第一大的股票 它這一波買到 是 是他們買上去的嗎 有可能 很有可能 難怪他這麼的票 對 那因為台積電的 乖兒子嘛 世界先進 台積電好 之前就問過老師 台積電好買零電嗎 還是要買什麼利基電 對 但是買世界先進 但是買世界先進 不要再問我利基電 利基電很鳥好不好 好耶好耶 好耶 好耶 天貴好不好來做參考 持續來關注本節目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來本週到底網友回覆 要老師回覆什麼樣的問題 好今天問題非常非常有趣 我們一個一個跟大家分享 好喔 有任何國標問題留言給我們 好 首先呢 電影三七一五 會不會到八十塊 我不知道 因為半年現在還沒過 是 但是現在很便宜 的確便宜 現在很便宜 他整理了一段時間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好喔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 有人問系統 襄陽問通 系統可以買嗎 系統能不能買不要問我 因為他主力設想比較重 但是如果以IP股同屬權來講 喔 David不買 你有創意識心對不對 具有可愛譜 一堆人買 怎麼會買到系統去呢 我覺得我的優勢就是便宜吧 系統就是之前喔 有一些IP股漲多了 然後呢 去年就在推說 啊系統會切入IP啊 那有沒有切入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誰知道 在我的看法 他就跟金利科一樣 金利科我們曾經 從60塊做到600塊 對 但是為什麼David後來 不買金利科 因為講了五年 我認識他五年了 他也是還沒錢 他就是 吹很大 然後股票漲上去 然後就回來了 所以後來我就比較 避免這種股票 因為我看不懂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你其實有更好的選擇 就是不要買一些看不懂的 好 那再來這一檔股票 其實很多人敲碗問我 我還是坦白跟大家講 他說如果回檔整理 可以買嗎 可以不可以啦 首先這個是忠於問的 我很多人問過這一檔 6919康佩是個新貴的公司 沒有漲跌幅限制 所以操作要小心 因為這是免責聲明 要先講 好的 他在去年年初 剛上新貴前的法索 我就去看過了 那時候股價130 好便宜 然後今年有1分2 就是分割國 然後再漲到800 所以其他只是1600 1600對 已經去10倍了 已經去10倍了 所以為什麼David 在跟你講說 這個生技股的強股在新貴 不在上市貴 上市貴 我指的就是康佩 那康佩為什麼這麼強 再透露一個有趣的消息給大家 有興趣去查查 康佩的前10大股東 第4名是誰 我正想問 他有5300張 我正想問 那個人姓張 很年輕有為的張先生 對 有興趣自己去看一下 自己去谷歌一下好不好 然後能不能買自己評斷 因為他今年年底 應該會再去 check那個三期臨床的部分 會不會過旺摘 減指針啊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去年 剛開始上的時候 120、130 那時候他就想說 腹部啊 減指啊 龍子針 這一排要打幾針 那種的 再場的姊姊妹妹 多興奮 給我來5根 真的嗎 給我來5年份 5年份嗎 因為他打完之後 過一陣他都長回來 要再打 康佩就是做這個 所以 因為畢竟長10倍了 我實在是很難 給你一下評斷 了解 但是 大小都買到前10大股東 你做了 真的 也提問還沒來做參考 那麼再來下一檔 立台 立台喔 就看比特幣 比特幣最近比較軟 所以 立台的表現比較差 所以老師 他前一波在這個畫面上 我在想 照理說 板卡 或者是會圖卡 這些公司 是NVIDIA 這麼沸沸揚揚 立台是NVIDIA的合作廠商 或是立台的部長 是啊 因為比特幣這波弱啊 懂嗎 那你說他整理完之後 我覺得他會還是有機會的 立台畢竟滿腰的 給你多參考 好 好 銀幫 下半斤 下半斤 五百 五百再等一下 好嗎 人家從三百多 已經撐到四百多了 已經 老實的意思 一定很不錯了嗎 不是 他業績還沒完全進來 那等他一下啊 他是個好股票 但五百再等等 好 再等一下下號 好 再來 3040見頂 有機會嗎 下半斤一定會來 因為最近PCB已經在動了 自己參考一下 好的 好 6138的茂達 破季線看起來走空 講句實在的 這種位階我還蠻喜歡的 老師 人家說老師 你都是看那種破季線啊 什麼日 日線 你要買的便宜的前提 就是籌碼要乾淨 籌碼乾淨表示殺得夠兇 那殺得夠兇 上過我的克勒斯道啊 沒有破季我才沒興趣 沒有破季我還不想都可以 對啊 為什麼電源每次都可以買在地板上 那就是因為 但是破季不是馬上買喔 是破季破完之後 籌碼重新進去你再買就好 也不是所有破季都可以買 No 那他要看一下基本面 所以這讓你看長一點好不好 沒那麼糟 好的 好過來 合機65 你買65 但是還好啦 如果前高691 我覺得有機會啦 今天有在發動好不好 是 因為今天重電主行來動 陽明76塊 你出完全息5Q 那有救啊怎麼沒救 今年他發動點 不是上次David送給大家的 4月19號 就台北股1,400點那天啊 David不是帶你買了一堆 什麼陽明傳到萬海 陽明那天的第一點是發動點啊 4月19號 第一波上去之後 我講過不能再追喔 你們賣賣 回來再買 他現在已經破了季限 再整理一段時間 剛剛就有機會了 好喔 你的航運喔 的爆價 在下半年是比上半年好 這是我今年4月大年版的理由嘛 第二點 航運現在隨著全球景氣復甦一定會再更好 但是他能不能夠回到當年 航行那個年代呢 是 不可能 3日不可能 3日不可能 但是應該還會再來一波 這還沒跟你講 應該還會再來一波 是前高會過 前高會過 不至光盛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光盛一年賺那麼多錢 聯軍有嗎 也對 對不對 為什麼這一波 CPU的股票搶 也還是因為那個張先生 張先生就是航海王 也是他喔 對啦 他前兩天不是買那個波波威 對波波波威 砸了6億多啊 小錢 小錢 男生 因為康佩的更多 不能講 自己去查 真的 好來 大家自己做功課嘛 我們把掛一下 好把掛 這個單景 朋友啊 有一件事我坦白跟你講 會不會到60塊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單景不是我做的 所以這檔股票喔 根據David有限的資料 我是看不出來 為什麼他要漲 因為我能做的就是 你看David做的股票很成實在 我們不是常講嗎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他不知道就坦白講 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些股票 真的不知道他在漲什麼 我只做我知道的 沒錯 確保你們能賺錢就好 所以單景我無法回答你 好的 可以說聲抱歉 好 台雅 就是 淡化系那些的 第三代半導體 台雅啦 家晶啦 漢雷啦 今年其實都很弱 到目前為止 第三代半導體 依舊比較沒有起色 原因只有一個 第三代半導體 那時候最夯的部分 就是電動車 是 但因為 對岸啊 所以對岸的第三代半導體 也很強啊 那就殺紅眼了 對於長線來講 股價是不利的 好的 好過來 玉瑋這個是 David很難回答你的 第一個他量很小 第二個他是個生技股 我還真不知道他漲什麼 真不知道 他51塊會不會過 目前來看 我不曉得 我沒有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你成本51 只是說他生技股有動 所以他後面還有沒有 就要看他 你買當初買他 你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你只是因為漲而人買 那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分享 因為這檔我看不懂 好 後來2481的強茂 他說 背著我摳套 套N年了 N年 目前在發動 因為TESLA最近有漲 不是跟你說 那個誰 KC物賣掉一點TESLA 所以TESLA就噴出去了 木頭姐姐 相信木頭姐 跟他對坐就對了 所以強茂這一波有機會 好不好 給你做參考 提供給你好不好 我希望你回覆到你的問題 有讓國外問題一樣留言給我們 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 好 來到了本週末了 下個禮拜 很明顯嗎 下禮拜 這個資金就又跑去重店了 這個是一個很常性的一個題材 Davy這禮拜 所有好朋友都知道我們都在重店 是 亞利華城中心店 然後試店 這6月初不見得買好的 你不是聽我講 雲爆拉拉隊的故事 那我們就買了一堆重店 今天什麼河積 什麼華龍 華龍還漲停 全部都重店 重店這個族群是個長多族群 是 給你做參考 因為當中心店 外資族群不是有出報告 看好華城中心店 對 你一定很覺得很妙啊 那漲那麼多 華城都1000的 中心店都200多了 還在看很多 還在看好嗎 這是因為漲到這個價格 外資才有辦法寫報告 它才能夠 它的市值才夠大 對 是 那既然外資會寫報告 以後就會有這種大買盤 會在這個族群上面 好 所以長線來講還是好 好 重店長多的題材 持續來就看好 那麼1513的中心店 也提供好朋友來做參考 來記得再次提醒你 也要讓股票的問題 留言給我們 節目這段再次感謝鐵老師 投資讓人忘記的美洲來看榜 台股熱度榜下週見囉 掰 一路就看到第四季區了 好像西月底不是有一個何能藥 哪個 何能藥 何能藥廚 所以這個部分題材也會有加持 這我不敢做 我們不確定 相信我真的沒有缺點 我們只是跳電而已 有 沒事沒事 用案發力 麻煩頭部首推薦分析是個別有加證券 不當知財務利益關系 本節目知道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有給判斷實實評估 並自付投資封建 爬關頭部111 盡管頭部新次第015號